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乡城说事 我是Simon 踏入7月后 香港又开始了凤凰的季节 即是台风乘港的季节 2023年的风季来势凶凶 大家记得过两个星期前 先后有两个台风拜访 很忙 刚刚又送走今年第一个刮十号波的苏拉 过了两天 又来到海葵 那两天的风价 都好像过完之后又再来过 最忙的相信应该是天文台人员 医护人员 和消防等纪律部队 台风 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 是发生在热带或负热带海面上的低压漩渦 虽然都与漩渦有关 但它形成和消散时间都比龙卷风长 结构亦比龙卷风複雜 而且规模亦比较大 台风是一个由雲 风 和雷暴 所造成的巨型旋转系统 它的基本能量来源是在高空水气冷液 释放的能量 生成台风需要位于温度至少高于 摄氏26度的海面 透过海水的蒸发 大大增加了大气的潜热 并且为提供了台风生成 以及增强的能量 其实要令到一个热带气旋出生的条件 都有很多个 第一 海水温度不能低于26.5度 而且海水水深不能少于50米 这个环境下造成双层大气足够的不稳定 因而能够维持堆流和雷暴 能够提供更多的能量 令到热带气旋生成和发展 第二 中对流层的大气不能太干燥 相对湿度必须大约在40-50% 大气湿润有利于天气扰动的形成 第三 中低对流层需要具备足够的水气 有利空气的上升 大气温度随着高度的迅速降低 这个也容许了潜热被释放 而这些潜热是热带气旋能量的来源 第四 不强的垂直风切变 如果垂直风切变过强 热带气旋的暖心结构就不容易形成 会阻碍热带气旋对流的发展 甚至会对其有影响 第五 热带气旋生成的地方 必须距离尺度超过5个位度的地区 否则就会有科利奥利利的出现 科利奥利利的强度不足以 就会变了趋向低压中心的风 偏转并且环绕其转动 环流中心就不能形成不利发展的热带气旋 台风结构分为风眼 地面低压 暖心结构 中心密集云层区 风眼墙 螺旋雨带 外山幻流 和风暴线 风眼通常都是呈圆形 直径由2公里至370公里不等 由于台风里的风是反视针方向吹动 令到中心空气发生旋转 而旋转时所造成的利心力 和向中心旋转吹入的风力互相平衡抵消 而令到强风不能再向中心聚集 因而形成了热带气旋中心 大约10公里范围左右的无风现象 而且因为有空气下沉增温的现象 导致云霄雨伞而成为台风眼 接近中心的部分风眼 内的风力和雨量都很小 相对比较平静 交约的热带气旋风眼 可能被中心密集云层区遮蔽 有些甚至没有风眼结构 地面低压指的是热带气旋中心 接近地面或者海面部分是一个低压区 暖心结构就是由热带气旋形成初期 暖心结构里的暖湿空气 环绕着中心旋转上升 过程中水气凝结释放大量潜热 提供了热带气旋的能量内源 令到热能在热带气旋中心附近垂直分布 中心密集云层区 是围绕热带气旋中心旋转的密集云层区 是围绕热带气旋中心大型的云团区域 由热带气旋的眼壁发展而形成的 通常是带有产生雷暴的卷云 中心密集云层区 和风雁的距离和风雁之间的温差 有助于确定热带气旋的强度 在强度不断变化的热带气旋 在它中心密集云层区里面 有比较稳定的风暴 会有更多的闪电 热带气旋包围风雁的部分 是圆统形状的风雁场 风雁场里面对流非常之强烈 它的云层高度在热带气旋里面一般都是最高的 光与强度和风力的强度 在热带气旋里面也是最大 强烈的热带气旋有眼壁自缓周期 产生新的外眼壁 替代内壁 形成它因为热带气旋眼壁外围的螺旋雨带重组 然后逐渐向内移动 涉取了眼壁的湿度和能量 然后热带气旋就进入了一个减弱的过程 等到外围新的眼壁完全取代了这个旧眼壁之后 热带气旋就会重新增强了 螺旋雨带是围绕着热带气旋中心运动的 雨魂和内部 螺旋雨带会为地面带来大风雨 而在每条雨带之间就会较为平静 在接近陆地的热带气旋 螺旋雨带中更加可能形成龙卷风 外散环流基本上所有低压系统都需要高空腹射 令它们会持续增强 因为科利奥力的作用 热带气旋高空呈反气旋式的外散环流 在地面或海面的风 强力向内旋转 随着高度上升减弱 最终改变方向 这个特点和热带气旋中心的暖心结构有关 风暴线一般俗称为台风尾 危台风是指台风大气还流的一部分 通常被风暴线覆盖的地区都会降下暴风雨 或者只有降下大雨 而有些地区可能就不会下雨 或者只会有乌云和刮风 皇家香港天文台的成立 源自于1874年 奪取了超过2000条人命的甲衰风灾 事任港督 轻尼斯计划撤踏天文台 以便进行气象和地词观察 以及提供观像寿司的服务 皇家香港天文台在港督保云的支持下 最终在1883年3月2日成立 并且由杜伯克博士Dr.Dubrecht出任首任天文台奖 天文台成立前 香港仍未建立数字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系统 而天文台成立后 在1884年至1937年期间 香港会明放风炮和现方炸药作为热带气旋警告 1917年香港首套数字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系统 正式使用改善了台风警告的发布系统 首套数字热带气旋警告系统 只有由1至7日代表着风暴情况 1931年讯号系统更改为1至10日 当中4日为非本地讯号 意思就是台风构成威胁 但对本地暂时无影响 另外由于2、3、4日时有时无 后来亦被取消了 1956年天文台在1号戒备信号 和5号列封信号之间加上3号强风信号 1973年1月1日开始 5号至8号风球分别由8号西北、8号西南、8号东北 和8号东南四个信号代替 最终信号系统保留了1号、3号、8号西北、8号西南、8号东北、8号东南、9号、10号 而亦是因为这样沿用到现在 讲完天文台的历史 不如我们讲一下香港历史上的严重风灾 由于吹袭香港的台风也有很多 而且有些都造成几大的破坏 由于数量太多 我们今天就选了几个来讲一下 就会讲一下上面提及过1874年的甲树风灾 1906年的丙午风灾 1937年的丁炒风灾 以及战后超强台风1962年的温代 甲树风灾 甲树风灾发生于1874年9月22日至23日 一个强烈台风横过珠江口 先后吹袭了香港和澳门 远到广州也会受到灾害 在香港台风造成了2000多人死亡 是当时人口的8% 成为了香港有记录至今第三多人死亡的风灾 风暴期间 台风掀起了数象高的巨浪 千间房屋被摧毁 部分政府建筑物包括港督居住的山顶别墅 也有损坏 石奥 学园 土瓜环 码头围等等的村落被移为平地 台风导致破坏的情况严重 强大的风力将海水原理沿门不断推到维多利亚港 导致燃气厂被烟没停止运作 没有电力供应导致全港停电 封灾后部分海旁提位被冲走了 海旁的码头货倉都被摧毁 树木倒塌阻塞导致很多道路无法通行 煤气厂受到破坏 导致颱风过后两天都无法提供煤气 海底电纜亦受损不能够通讯 财物损失高大500万 截至当年9月30日 香港警方共沉获6804个中国人 以及17个欧洲人的尸体 并且已经埋葬了 或由死者的相关人士取回 东华医院将岸泉州被发现的尸体 以及其他罹难者一拼合葬在鸡隆湾奉场 就叫做遭风而重 丙午风灾发生在1906年9月18日 当日一股强烈的台风 击击了香港 酿成了大约400至15000人 击击220人受伤 1340人失踪 成为了香港历史上最严重的天灾之一 风暴期间 那个台风在海面所造成的灾害最为严重 所造成的船只沉没数量在各个封灾中最多 至少2,983艘遇船 670艘远洋轮船沉没 由黄埔船奥去到深水埔一带的沿岸 可以观察到有大量船只割潜 海面上满布了山坂的铲鞋和货物 九龙船拥有3、4个码头 在台风之后全部消失 只剩下1个码头 九龙天星小林码头一带海面 大量船只沉没 死相惨重 据计算海上有一半的渔船受到摧毁 死亡人数已经去到难以古贵的地步 但据古贵备位的船只数量超过5000艘 包括大型布渔船和港口内的船只 在陆上的情况同样恶劣 有大量建筑物倒塌 道路摧毁 市内窗户碎片和各种铲鞋堆积如山 博供码头、皇后码头、天星码头的建筑物相继倒塌 丁丑风災是香港历史上最严重的风災之一 发生在1937年9月2日风暴期间 由于风暴潮在深夜内集 事前没有任何预警 故此在香港造成了特别严重的伤亡 在大埔一带渔船被以为平地 很多村民被大狼卷走 成为了事次风災里面最主要的尼烂者 大埔区至少60间房屋煉痛镇和家畜 甚至乎家里的物件都被海水卷走 冲到大埔头 令到那个地方其灾后沦为废墟 在沙田、船湾、大美督等附近的小村落的情况 都是类似的 田根的铅墨和蹄蝟 几乎全部都被冲毁 黎岛区和大婴山也遭受到非常严重的破坏 长洲灯塔喘坏 再后被拆除 在香港仔大约40艘渔船翻沉到海中漂浮 只有5人获救 其余最少有450人死亡 其他地方最少数以千届的渔民7宗和死亡 据当时不完全的通计 共造成了介乎2565 去到大约11000人在这次风灾中爽生了 冠代是二战后最多人民伤亡的风灾 发生在1962年9月1日 风灾期间 风暴潮叠加了天文大潮 引致香港多处遭受严重破坏 冠代将海水推入吐鲁港 导致沙田、马尿水、大埔一带幾乎被彻底摧毁 据有关当局事后统计 中共有大约183人在冠代习港期间死亡 当中127人在新界、沙田和大埔区 受到吐鲁港风暴潮淹没的时候身亡 沙田大约有3000家寮屋全部被摧毁 市区里面有700多间寮屋 和天台墓屋被完全摧毁 1300间无法居住 收集湾很多寮屋还遭到击毁 市区散落下跌下来的铁皮、棚架 广告招牌、架空电线和破碎了窗户 大量汽车挡风玻璃都被风吹到破损 甚至完全损坏 小数车较遭受更严重的破坏 甚至被吹到四轮朝天 其实强烈的风又怎样只是这几个呢 像近年的山竹、施智山和刚走的素奶 每一次台风的来临都会对香港市民 带来威胁和影响到不用忽视 虽然大部分香港人都生活在城市和高楼大厦里面 但其实还有很多市民生活在海上、岸边、山别 乃至一些更加危险的地方 所以不论我们或天文台 认为风球的力量是怎样 某程度上都会影响到一部分的香港人 今集我们就说了这么多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一类的角度去讲香港故事的话 不妨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留言、赞、分享 还有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